近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他在提到北约时称,美国正在为北约付钱,但却没有从中得到太多。 如果哪一天美国需要北约的帮助,比如说美国受到攻击,北约也不会站出来帮助美国。 要知道,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对一个成员国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 然而特朗普的观点很明确,一旦美国有难,根本指望不上北约。 这番言论,延续了他批评北约这一西方联盟的做法。 就在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也曾公开表达自己对北约的不满,甚至语出惊人。 当时,他直言,如果自己当选总统,美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受到正确对待。 在他看来,北约占了美国的便宜,欧洲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 更让其他北约成员国提心吊胆的是,据美媒爆料特朗普筹备2024年竞选期间,已经开始讨论,如果北约不能满足他所提条件,美国如何能退出北约。 特朗普开出的条件包括其他北约成员国大幅增加军费和重新评估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等等。 特朗普之所以会提出退出北约的想法,主要是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对北约感到不满。 而他对北约的不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他认为北约的盟友让美国承担了不成比例的军费和责任,二是他认为北约已经过时,不再适应当今的安全形势,无法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如恐怖主义,网络攻击,移民危机,气候变化等。 众所周知,特朗普是一个商人出身的政治家,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与传统的外交政策家有很大的差异。 他认为,国际关系是一场零和博弈,美国应该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为了维护国际秩序和规则而付出代价。 特朗普曾经威胁说,如果北约的盟友不增加军费,美国就会走自己的路。 他也曾表示,如果北约的盟友遭到攻击,美国不一定会履行集体防御的义务。 诸如此类的言论和行动,引起了北约的盟友的不安和不满。 本月中旬,英国前军情六处负责人迪尔洛夫表示,特朗普在北约问题上的立场可能会给英国国家安全带来问题,如果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对北约来说是一场灾难。 眼下,特朗普退出北约的言论已经成为美国当前政治辩论的焦点。 这即涉及到北约组织的现状和未来,也关系到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定位。 这场由特朗普引发的辩论必然会继续发酵。 一些专家认为,就算特朗普本人不再竞选总统,北约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会是美国政坛争辩的焦点。 显然,美国退出北约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正面效果,退出北约势必会削弱北约组织的实力和影响力。 离开了美国,北约恐名存实亡,就在特朗普将矛头指向北约之际。 在加沙的战场之外,一场舆论风暴突然爆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意外宣布, 其数名员工被指控参与去年10月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的袭击。 该机构已停止与这些雇员的合同,并启动独立调查。 不过,没有人说明这些员工参与恐怖行动的具体细节。 消息一出,拜登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宣布暂停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额外资金。 据了解,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联合国成员国捐助,美国是最大捐助国。 早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曾暂停向该机构的资助,但拜登上台后恢复。 2022年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了3.4亿美元。 德国和欧盟分裂第二、第三捐助国。 近美国宣布暂停出资之后,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芬兰、法国也以相同理由宣布暂停资助近东救济工程处。 面对欧美十国的集体封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官员表示震惊,并恳求捐助国保证加沙难民能继续得到帮助。 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教育和医疗等服务。 各地总雇员约3万人。 几十年来,近东救济工程处一直是加沙人的重要生命线。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加沙地带有大约1.3万名员工, 绝大多数是巴勒斯坦人。 自本轮冲突爆发以来,该机构在提供粮食、水等物资援助方面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有数据显示,加沙地带三分之二的人口接受该机构的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对加沙人来说,欧美十国停止资助,无疑是雪上加霜。 当然,并非所有的捐助国都选择跟着美国做。 以挪威为例,该国就明确表示,针对近东救济工程处员工的指控如果属实,完全不可接受。 但该机构是加沙最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组织,挪威将继续提供支持。 此同时,爱尔兰和挪威等一些捐助国表示,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工作太重要了,不能中断。 话说回来,拜登政府之所以反应如此快且如此大,和以色列脱不了干系。 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指责近东救济工程处容忍甚至与哈马斯合作,有以色列官员曾公开称想要摧毁该机构。 然而事实上,近东救济工程处一贯强调其中立性。 哈马斯对该机构也有诸多不满。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不少人质疑这起事件发酵的时间。 就在联合国雇员参战指控被曝光的同一日,国际法院发布了初步判决和紧急命令,要求以色列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在加沙地带出现种族灭绝行为。 英美引述国际危机组织智库高级分析师宗泽因的话称,以色列此次见指联合国雇员,似乎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国际法院对加沙种族灭绝判决的注意力。 众所周知,以色列和联合国一直关系紧张,近期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 作为坚弱磐石的盟友,拜登政府一贯是拉偏价,给以色列荡靠山也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不过,最让拜登头疼的并不是这场暂停资助风暴,而是美国国内尽量起内战红灯。 德州与联邦政府陷入武装对峙,德州副州长甚至警告他,别惹德州。 前不久,为了防止移民越过美墨边界从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州等地非法进入美国, 德州州长阿伯特采取了一系列强硬举措,其中包括修建边境铁丝网和派出国民警卫队武力阻止移民入境,等等。 但是,这样的举措却遭到了拜登政府的强烈反对,而且后者决定授权美国联邦执法机构边境巡逻队强行拆除铁丝网。 为了捍卫铁丝网,德州政府决定硬钢联邦政府,于是虎武装对峙出现了。 德州副州长帕特里克甚至警告拜登政府,别惹德州。 而任内主张修建边境墙的特朗普,这时也下场火上郊游,给德州点赞。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更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呼吁由共和党控制的红州与由民主党控制的兰州进行国家离婚。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少国会议员开始渲染内战论调。 对于为了拉选票忙得搅打后脑勺的拜登来说,这场冲突显然不是有利因素。 过去大选年最受关注的议题往往是经济问题,但今年边境问题,移民危机可能将取而代之。 另一边,特朗普之所以带头声援,就是要在舆论上损害执政的民主党拜登政府的形象,以此打压拜登的选情。 拜登能否在德州的硬刚之中全身而退?让我们拭目以待。